某些狀況,我覺得它很像一個心理醫師 就是你不敢講的事情,會被他的作品講出來 然後你也不敢偷笑,因為他寫得很heavy 所以如果失戀,你真的跟彈感情失戀,你去聽他的歌,會哭死 對 好好把握著,在我手中相識的時光 我不願懷疑自己,是否能經得起,是否能得到愛情 我經驗不斷拖出,不斷地承受熱點傷痕 我好過握著熱點傷痕 他不是大規模的,他有特別的觀點 他找特別的人出來拍一些特別的題材 可是這些事情獨立到,其實沒有人知道 挺直到,你i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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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好好珍惜她 還有,你會在家裡閉嘴 你要大陸,你會在家裡,我會在家裡 給我 你的一切傷害 交給我 我用所有的溫柔 大家都是會認為獨立音樂是一種 音樂風格 可是就如他們來講 獨立音樂是 就是思想上跟創作上的獨立 所以他很早做的這些事情 包括熱鍊商人那個遊購 就是那種 遊購就是現在的網路其實一樣 就是他很早就在做網交 就是很早就在做 做PC Home做的事情 如果去學習他的話 他應該是獨立音樂的經營者的一個標杆 創作跟經營 就是說他有一定的利潤 他會賺錢 他的這些know how 現在看起來是年輕人最需要的 就是我們不能把理想做 掛在那邊然後都沒吃飯 他是吃得很飽 過得很好 但是又很肚爛社會 我看成功 我是你 希望你站在我這邊 生命是愛 前進後退 都站在我的身邊 只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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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遠是在我這邊 好永遠 好長在我這邊 其實我那時候 覺得大陸台灣 是中文跟台語的不同 可是我第一次去大陸以後 我發現是 所謂的台灣人 就盧昌明那種 他是外城人 可是盧昌明的 approach 是最像台灣人 就是 如果今天舉一個人出來說 他出來 就除了語言以外 就是他的作品出來 本身可以講說他是台灣人 我覺得盧昌明真的很鮮明 就是比較 倒閣啊 然後 比較細膩啊 或是甚至比較計較 說難聽一點 就是 就是 或是比較激色一點 就是那種 很細微的東西 比如說 盧昌明的一些情歌 很容易感動人 其實都是 一件穿心事的 就是 就直接這樣講 也不跟你 沒有隱藏 對對對 你 我會不會 知道